台媒近期加紧勾连 挑衅的背后包藏的是以台志华的祸心 打的是一枚谋独的算盘 无论他们怎么勾连折腾 都是徒劳的 在这里呢 我想强调四点 第一 当前台国和平稳定 面临的最大威胁 使民党当局以外部势力加紧勾连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包括赤裸裸的贩卖两国论 这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升高台海局势风险的根源 第二 美国总想拿台海问题做文章 找麻烦 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是枉费心机 今天的中国不惧怕任何国家的打压 我们敦促美方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停止对台受误 第三 民党当局不惜债台高筑购买军火 只能吹哨 壮胆 长不了肌肉 更换不来台海和平稳定 他们拿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天价去购买军火 这些赔本买卖的背后 那么谁获利 谁又中饱了私囊 又损害了谁的利益 我想大家一目了然 第四 我们绝不容忍台独 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如果民党当局继续沉迷于 亦美谋独 乙武谋独的梦幻之中 胆敢铤而走响 必将遭致灭顶之灾